高度怀疑就是这个传染力相当强的Delta变种病毒 那么昨天也宣布了 即日起到9月9号要提升 桃园市的二级加强警戒了 此外呢 这个染疫的机师也传染了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在哪里读书呢 就是这个桃园北科复工 所以全校停课一直到16号为止 桃园长周文彩呢 也宣布了中秋的活动 在桃园市是全面停办 地方是否会再加盐管控将是疫情再来调整 那么他也公布了两名确诊机师的足迹 来看到呢 其实这个机师包括了案1619 还有这个案机师 就是这个爸爸的部分是16120 CT值是28 儿子的部分呢 CT值要注意了 CT值11 这个数字越低呢 表示传染力会更强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目前呢 这个也针对了这些接触者还有全校师生呢 是已经有针对来追踪了 而且目前是停课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郑文彩也表示说呢 会对这个染疫的机师在入境之后 采检有没有活动啦 接触史也会针对是否违规 进行这个采除 而针对这个机师儿子也确诊了 各界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比方说台本上柯文哲就说了这个机师感染啊 要警戒的部分呢 就是他传染给了他的儿子 表示这当中就有破口嘛 要针对这个机师边境管理的SOP进行检讨了 而这个精神科医师沈正南也说了 他说机师在八月底的时候就确诊了 会有症状 为什么九月开学的时候 儿子呢还照常去上课呢 国门检疫缩短之所在 就是产生破口之所在 而王任贤医师呢 则是表示这个Delta病毒进到社区 已经是濒临城下了 但是我们的筛减量仍然不足 好学校呢不能只有停课 而且还要多层次的筛减 目的就是要找到感染源 也应该赶快拨出这个疫苗 让师生来接种了 而这个还有胸腔科的医师苏伊丰 他则是表示哦 先前就强调过了这些机组人员的家庭 很容易会被感染嘛 当时呢他这样大声几呼 却被网军来围剿 不过他不害怕他现在仍然是大声几呼 这个要历史不能再次重演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线上 请来的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郑赵新赵新哥早安 早安大家早安 要跟赵新哥来请教一下 这一次呢爆发很有可能是这个 大家都闻知色变的Delta变种病毒 而且又再次 前几天有几次是加龄嘛 大家好像心安了一点 结果呢又爆出有本土感染了 那么有没有凸显指挥中心 有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您怎么看 是我们好不容易呢 才从三级警戒降为二级警戒 二级警戒到三级警戒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大家好不容易呢 可以喘口气 没有想到又发生了这个机私检疫啊 包括家庭感染 等等之类的状况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呢 防疫的破口 很大的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跟3加11的这个政策 政府始终没有办法说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破口 那这样子一个疏失呢 已经让大家感觉到说 其实这个国门的防疫呢 尤其是机私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高危险群导 也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从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看出来的是呢 到底这个政府呢 有没有记取教训 在过去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定定一个比较严谨的SOP呢 去防堵这样子 类似的事件再次的发生 尤其是现在的Delta病毒 老实讲 有些打过疫苗的可能都感染了 何况呢 是这高危险群的这个机私 那他的家庭 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这样子的突破性感染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 是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呢 包括沈正南医师提到的 为什么那8月底就已经确诊了 那开学明明是9月 照理说你就应该会有相应的SOP 说大家可能就会做相应的隔离 或者是匡列的动作 就可以预防呢 这个开学的时候 学校都知道说是 大规模的群聚的事件 跟状况会出现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 没有及时的来做预防的话 很容易他的一个扩散 就会从国门的感染 变成是整个学校的 大规模的感染 这非常小可的一件事情 所以政府呢 有没有从这里面 学生一套教训 我们认为是必须要检讨的 值得要检讨的 那学校的部分 可能也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那除了停课以外 其他相关的措施 以及这种筛检的措施 必须要能够给大家 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否则所有的我们讲说 学校的家长 也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机组人员的家庭 有没有一个稍微比较严谨的措施 我们也期待 CDC能够跟大家做一个公布 而不是说 有点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事情发生之后 而感觉相关的匡列 以及相关的应对都慢半拍 那我们好不容易 可以说是压制下来的疫情 而千万不能因为这样子的疏忽 然后从新的我们讲说新火燎源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好那么另外一点 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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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理督 为了